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逆 言义宽 林允 李志廷 汪夺 吴亦凡 陈伟廷 陈学松 王源 郭采杰 范冰冰11位《绝技家族》成员 在影片中饰演角色及其造型 也首度得到观光公布 其人物造型与海报风格透露着影片与原著小说及其契合的《浓郁暗黑美学气质》 正式开启电影《绝技魔幻世界》的大门 而作为导演郭静明首次参演的电影 在曝光的角色海报中就以问号形式呈现 其饰演角色也成为最大迷团 电影《绝技》曝光角色海报 11大主演角色造型首度公开 00 10月15日 导演郭静明指导的电影《绝技》再度通过微博曝光 11位《绝技家族》成员的角色海报 《绝技家族》饰演的角色及角色造型首度公开 当天 郭静明导演以一小时发一张海报的速度 全天统治了微博热松 率先得到曝光的角色是曾参演郭静明 导演电影《小时代》系列的杨幂 此次加盟电影《绝技》 他饰演二度使徒神鹰 海报中神鹰身披血白长衫 手持银色魂气树龙 冷艳歌柜 随后公布的饰演一宽饰演的 五度王爵鬼山凤魂 闪亮的银色台甲 犹如中世纪夕阳骑士 眼神冷酷中夹带一丝温柔 凌允饰演的六度使徒天树幽花 则以一席黑色刺花长袍世人 较小的身躯似乎蕴含着傲人的能量 而李志廷饰演的四度使徒霓虹 则几乎赤裸上身 录着富有淡蓝色珠网纹里的剑硕肌肉 三度王爵七拉则尤翁夺饰演 七黑的长袍 衬着金色的长发 渗透出一丝不苟的严谨感 吴亦凡饰演的七度王爵迎臣 身披血白而修长 并带有宛若天使 是仿纹里的银色长衫 英武非凡 陈伟平饰演冷酷 而狂野的二度王爵幽明 树身抬甲极不流线 敢与速度感 同样来自时代家族的陈学东 此次在电影《绝技》中饰演七步使徒麒麟 质感的白色皮柴 配以阳光易落的竖发 风度翩翩 一袭黑色披风 覆盖全身的则是 他白少年王源 也是绝技中无所不能的白银剑丝 在片中饰演唯一的女爵 四度王爵克雷亚的多彩杰 身披黑色羽毛装长袍 金色的龙爪发是威延显露 而最后压轴登场的 是范冰冰饰演的 五度使徒会山连拳 亮白披风上羽毛装饰 仿佛天使的羽翼 引温中瞩目 飘当着你那旧式的模样 一回头发现早已踏出了红尘万丈 把你捧在手上 把你捧在手上 千针的分享 不求荡气会唱 只求爱一场 千针的分享 千针的分享 把你捧在手上 把你捧在手上 千针的分享 把你捧在手上 千针的分享 千针的分享 剪下一段烛光 XVabi刘寻 编曝红 痛快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 停住流传的目光 请赐 var 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 静静的观想 把你放在手上 合起了手掌 默默祈求上苍 指引我方向 不久地久天长 只住在身旁 累了醉到温柔想 静静的翻窗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共养 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 心思与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 静静的观想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共养 可时间有太多的烦恼要望 太多要望 从海中飘荡着你那旧时的模样 你推草 依为头发现早已踏出了 红尘万丈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证的分享 不求荡气会长 只求爱一场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证的分享 剪下一段烛光 将今晚点亮 不求荡气会长 只求爱一场 爱到最后受了伤 哭得好绝望 我用尽一生一世 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停住 流传的目光 请赐予我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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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指引我方向 不求地久天长 只求在身旁 我用尽一生一世 累了嘴到温柔 我用尽一生一世 我用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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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求爱一世 只求爱一场 我用尽一世 我用尽一世 把你捧在手上 虔诚的分享 剪下一段 尽一世 剪下一段烛黄 将青纹点亮 不求荡起回唱 只求爱一场 爱到最后受了伤 哭得好绝望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停住流传的目光 请赐予我无限爱与悲哀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 静静的观想 把你放在手上合起了手掌 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放下 不久地久天长 只住在身旁 累了嘴到温柔想 静静的翻窗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只期盼你停住流传的目光 请赐予我无限爱与悲哀的力量 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 静静静的观想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但世间有太多的烦恼要望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 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